這個世界還有天理嗎 還可以大言不慘的說 台北市長你們不用等我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呢 這背後一定有一個不為人知的 某一種特殊關係在 怎麼整個黨都在等一個人叫陳時中呢 這可能嗎 這不會太超乎常理嗎 你是把大家等個笑的嗎 你是把我們當中手擄嗎 驕傲在敗壞之先 就是大笨中的寫照 好 台灣的這個疫情節節攀升 我們來看看蘋果日報的這則新聞 6月7號 COVID-19 疫情本土新增 82973個確診案例 189萬耶 台灣多少人 這個比例真的嚇死人 真的嚇死人 如果把它換算成美國人口的話 那就是一天破百萬 好 那昨天就是 呃 他現在是 這是6月7號 那說6月6號呢 就是 前一天 才 52,992 我說的才是相較於 6月7號的9萬 9萬到52 成長了75% 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好 那麼連日的疫情的高原 也讓民眾被迫對每天數萬人確診 習以為常 這可以習以為常嗎 可是對台灣民眾來講 除了無奈之外 你又能怎麼辦 這樣的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還處在那裡 還大言不慘 還每天派五個人出來武漢肺炎 每天講廢話 為之五個標形大漢在講廢話 為之武漢肺炎 你真的覺得這世界還有天理嗎 還可以大言不慘的說 台北市長你們不用等我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呢 怎麼會有這樣的政治 政黨或政治氛圍可以容許這樣的人繼續存在呢 所以我說這背後一定有一個不為人知的 某一種特殊關係在 不然怎麼可能整個民進黨 民進黨豺狼虎報耶 地方選舉為了一個提名不提名 可以大打出手 可以這個廝殺到這個血流成河啊 可以黑寒來黑寒去啊 可以你看當時這個賴清德跟蔡英文黨內出選的時候 可以動用網軍用盡各種方法 那台北市這個局 兵家必爭之地耶 奪下台北市幾乎有可能奪2024或2028的總統寶座耶 這是總統入場卷啊 怎麼整個黨都在等一個人叫陳時中呢 這可能嗎 這不會太超乎常理嗎 你有沒有想想看這種事情在 不要說是民進黨黨史上沒有發生過 國民黨黨史 除了兩蔣會等他之外還有誰 會等蔣介石連任 等蔣經國連任還有誰呢 所以這個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不值得我所提示的方向去想一想嗎 來我們繼續看蘋果日報這篇文章 立委應該是民眾民眾黨吧 我知道現在現在的立委真的是都不認得啊 高鴻安就翻出了去年9月就是2021年9月份 他曾經質詢指揮官陳時中的一個畫面 那麼陳時中當時啊誇口說 如果對比新加坡 那麼台灣等於一天確診5000人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像新加坡那個時候那麼糟糕的話 台灣一天就是5000人確診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 絕不讓台灣疫情控制成這樣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9萬人啊 當時你向新加坡 對照過來台灣一天以新加坡人口 台灣一天等於是5000人 陳時中說絕不讓台灣的疫情控制成這樣 結果今天是18倍9萬人 丟不丟臉 當年這樣子也沒有當年了 就去年大言不慘啊 現在還說要選台北市長 還叫大家不要等他 哎這段話呢是 把大家都當白痴都忘記了嗎 來我們來看看 當時立委高鴻安質詢大分中的畫面 不過自從兩個禮拜前解封之後 其實他也開始贏到一天可能要到上千人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未來一定要走向的方式 所以我才會這麼關心這個戰略 讓台灣的疫情控制成這樣子 每天一千人 新加坡是五百多萬人 台灣等於是一天是五千人 這醫療體系也承擔不清 不是無限制讓病毒去擴大 好 這這個樣子 你說還有臉 每天大言不慘 還說要選舉 好 再來 現在這個每天呢 幾萬人高到九萬人之餘 被彭博社對全球防疫任性評比 敬陪莫作 這是何其的諷刺 你說吹牛吹到非洲去也就算了 這是拿人命在當吹牛墊背 高鴻安在臉書上發文說去年九月份 他在立法院直訊陳時中的國會頻道 影片的片段中 畫面中他詢問 剛才大家看到了 新加坡解封後會面臨每天上千人的確診 他認為臺灣這是將來一定會走的方向 所以他就問說那臺灣既然如果這麼做的話 臺灣的防疫整個戰略戰術要怎麼樣的因應 好 陳時中當時秒回 連小腦膝蓋都沒有經過 就回說 我們絕對不會讓臺灣的疫情控制成這樣 那個時候換成臺灣的人口也不過五千人一天 現在多少八萬九千人 陳時中當時解釋說 以新加坡的人口確診的比例 對比成臺灣的話 臺灣一天要五千人 這醫療體系承擔不起 還強調病毒共存 不是無限制讓病毒去擴大 今天 當時說五千人臺灣的醫療體系承受不起 你知道醫療體系承受不起 現在你放任的九萬人一天 還說要跟病毒共存 你是把大家當作笑的嗎 你是把我們當中的手弄嗎 你那些人的你不天嗎 這實在是很離譜啊 我又說覺得臺灣的民眾真的太順民了 我為什麼說臺灣的民眾 因為我現在人不在臺灣 我很急 但我啥事也不能做 去看看像這樣的情況 你全世界的 各位現在你就打開 網路看看全世界現在對疫情的處理方式 你真的會覺得臺灣 真的在殺豬公 當別人上太空的時候 另一位高鴻安 他發文強調 當時他對行政院長 蘇貞昌 跟指揮官陳時中提建議 但是他們無視於建言跟警告 有自信 但沒計劃 新臺灣模式淪為民眾自主應變 如今呢 彭博在 5月底發布的全球 防疫韌性評比臺灣敬陪莫作 5月底 如果到6月底的話呢 會成為全世界的笑話 在53個受評比經濟體中名列51 現在肯定是53啦 這何其的諷刺 而且我聽說韓國要捐給我們篩劑 我們從 乞丐的疫苗乞丐國家變成了篩劑的乞丐國家 現在是Korea can help 大做新聞大做外宣 我的了解好像是要送給臺灣5000劑是吧 這個數量我來捐也可以吧 台灣變成了疫苗的乞丐國家 現在變成了疫苗的這個篩劑的乞丐國家 這一切都是因為 勿勢敵之不來 事無由以待之 我們把這個病毒呢 完全沒放在眼裡 沒有把人家健康放在眼裡 凡事遇則利不遇則費 聖經上說 驕傲在敗壞之先 就是大笨中的寫照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好